吼吼吼吼 让我等最久的雷神索尔4 爱与雷霆前导预告 现在不到一个月就上架了热腾腾的第二支预告 而这次终于正式揭晓这部的大反派 Christian Bell完全不顾行向来饰演徒生者哥儿 大家好我是超力方 感谢点进这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初来乍到 直接点下订阅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制作最新必看影视解析 快来一起跟上 想必大家都很想知道这次预告多了哪些重要看点 话不多说就让我们马上切入主题 在上一支预告之后 许多漫画迷又开始推敲雷神索尔爱与雷霆的线索 我们已经从上一次预告所知 在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后 索尔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追寻自我的放松阶段 推测他正在寻找自己新目标的同时 被Christian Bell饰演的徒神者哥儿所打断 不得不参与另外一场新的战争 先稍微复习一下 徒神者哥儿就是一个拿着神剑跟神有仇的外星人 而在上个月发布的预告中 索尔所在的星球应该就是Endegar 这个星球上住着有蓝色皮肤的外星人 跟我们稍晚看到的画面相同 这也同样对应到原著漫画 Sor God of Thunder之中的开场 在漫画中Endegar神明自傲且无情 不过为了回应当地人的祈祷 还是会定期降雨 但终究被徒神者哥儿所杀 导致干旱 当地女孩向索尔祈祷 雷神回应了祈祷而赶来降雨 这才开始调查哥儿对众神的暴行 这次预告由索尔的好朋友扣格 向一群Endegar孩子叙述索尔的神迹开始 在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索尔在上部预告中 坐下来冥想的那棵大树 接下来索尔召唤雷电的这一幕中 可以瞥见Drax处在画面右下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星际异攻队只有出现在预告的一小部分 所以他们应该只会有开场的戏份 毕竟还有自己的第三集妖言 还有再次让大家注意一下 螳螂女的额头上装了某种植入装置 应该是强化她的催眠以及独限能力 还有饰演螳螂女的Palm Clemente 也会跟上下特队长Haley Adwell 加入不可能的任务期 接下来就会做内部预告粉丝敬请期待 我好累 索尔的右眼应该也装上一只全线的一眼 两眼同样湛蓝 也许是暗示当初在无限之战 以及终局之战内心破碎的索尔 此时已经恢复完整的心境 另外惊鸿一瞥的新阿斯加 看起来更加兴盛繁荣 可以看到挺了好几艘右轮 其中一艘旁边还画着三战士之一 福斯泰的脸 而且他们是不是在奥丁死去的那片海岸草原 建了一座高尔夫球城 这段画面中还可以看到索尔穿着背心 直接致敬漫画中的Thunderstrike造型 同时也融合了星爵的掠夺者服装 此外还可以看到索尔把武器在地上一敲 召唤闪电来换装 就跟雷神索尔三剑到海拉时一样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这里的背景明显是萨卡尔 也就是第三集的主要场景 拜托拜托再让我们看宗师一眼 要Jeff Goblin盯着镜头两个小时 我都愿意花钱看 此外这个画面跟上个预告的画面一样 非常可疑的在左边有点留白 会不会是漫画中的另外一个雷神 Beta Ray Bill 毕竟第三集竞技场的外墙上也有他的雕像 在上次瞥见的画面中 胖索尔拉着铁链不停甩动 这次Korg的叙述里 我们得知他正在为了再次拯救宇宙而积极减肥 甚至用他的神力 拖着星际异攻队的Benatar号太空船剑身 接下来战斗中看到恢复健美身材的索尔 在场战役中呼唤着雷神之锤妙尔尼尔 然而锤子却没有飞到他手中 反而是被已经化身为女雷神Mighty Thor的Jane抢去 索尔大吃一惊 完全没有想到Jane会再次出现 虽然Jane自从雷神索尔2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漫威宇宙中了 只有在奥创纪元和索尔3被稍稍提到 再来就是《终局之战》的旧片段重用 相信这次雷神索尔爱与雷霆 她的故事一定是电影中很重要的一环 虽然在原作中妙尔尼尔不是被海拉摧毁 不过索尔仍然失去了她 锤子则向罹患癌症的Jane呼喊 使她成为新一代的雷神 不过一化身索尔就会重置化疗进度 使她的癌症越来越严重 后来死掉又被复活 随后的故事线Jane也成为现任的女武神 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雷神索尔爱与雷霆的结局走向 或许因为瓦尔基利在当上新阿斯加国王后 卸任女武神 由Jane代替她的位置 因为我们也确实有在预告里看到Jane骑着女武神的飞马 这里索尔还黯淡地说前女友啊 记得他们之前已经分手了 在《雷神索尔3》之中还有被粉丝问 这里藏了一个不显眼的彩蛋 在Jane降落时 背后有一座有好几张脸戴着兜帽的雕像 看来是洛基以及奇异博士失控多重宇宙 短暂出现的生命法庭 生命法庭在漫威漫画中 是负责一切现实的最高法庭 在多重宇宙存在之初就已现身 地位仅次于超越一切之人 The One Above All 也就是Stanley的化身 负责评判一切的平衡 三张脸分别代表公平 必要以及复仇 一直不断暗示 看来近期是真的会现身了 在漫画中 生命法庭最近被其中一个多重宇宙的亚当术士取代 而目前也确认了亚当术士会在星机一宫对三之中出现 就看会不会有连结了 此外在生命法庭旁边的雕像是个光头 似乎身穿长袍 也许是假如之中出现的观察者 接下来瓦尔基利更跟索尔开玩笑 从他的暗示中认为索尔可能还爱着Jane 不过索尔只是嬉皮笑脸打哈哈带过这个问题 这一段还可以看到众人飞入奥林匹斯万神殿 应该就是为了调查徒生者哥尔 重头戏来了 由Christian Bell再度减重所主演的徒生者哥尔 终于现身 在漫画中哥尔有着相当有说服力的背景故事 他来自一个严酷的沙漠星球 而这个星球的阳光是从来不曾下山 而且永无止境的 当地居民因为阳光严重的杀伤力 不得不刻意避开 由母亲抚养成人的哥尔 却始终相信众神会看顾照顾他们 但在母亲惨死之后 他的想法却有180度转变 而由于他的妻子与小孩之后也死于意外 更让他加强了反神的想法 也因此被村落驱逐 哥尔在沙漠中徘徊并濒临死亡时 他看见两位神奇坠落于他面前 其中一名神奇就是创造了猛毒共生体的No 哥尔就这样拿起了他的制黑之剑 直接杀了另外一个神 认为神不值得信任 而且一点都不在乎献奉者的他 随后更屠杀了宇宙中无数的神 更利用诸多被他俘虏的神明 制造能炸死所有神的炸弹 哥尔之子却和索尔合作阻止哥尔 不过他在死后仍然持续阴魂不散 在简洁而来的事件中 本局长Nick Ferry直接在索尔耳边低语 哥尔是对的 导致索尔怀疑自己所捍卫的一切 进而失去拿锤子的资格 虽然很多漫画迷对于哥尔外形与原作相去甚远 感到相当不满意 但这支预告中 Christian精湛且阴沉的演出却让我异常期待 而记得蜘蛛人无家日最后 猛毒留了一滴共生体在漫威宇宙吗? 或许在这次电影中 将会结束哥尔和JD共生体到底有如何的连结也说不定 此外注意电影前半段索尔对抗怪物 就是哥尔在漫画中用至黑之剑召唤而出的抓牙 Berserkers 如果照着漫画演的话 或许我们现在目睹的就是漫威电影宇宙里的第一批共生体 至于电影版哥尔的动机是什么 也许会连接到永恒族 他的家乡因为永恒族诞生而彻底毁灭 从此跟众神集仇 接下来可以看到Jane用雷神之锤发出许多投射物 之前从没看过锤子有这种能力 也许是在海拉捏碎之后得到能够将碎片发射出去的能力 事实上我敢肯定就是这样 不是的话到时候来打我脸 在击退一众敌人之后 索尔夸奖Jane无与伦比的能力 而Jane只是谦逊地说 这不过是他所对付的第一拳反派而已 索尔回答莫忘第一位 大概也是在说他们俩的感情 不过他们彼此应该也不会是各自的第一位就是了 还有一点要注意 这里的预告又用剪接骗人了 这两句话明显是在不同的地点 索尔的称赞是在一行人的飞船上 而Jane的回答则是在万神殿 而且Jane所对抗的坏蛋明显是奥林匹斯的护卫 不过可以看到他们宾至如归的悠险散步 又在预告后段看到飞船直接破窗而入 又看到他们跟守卫打架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是他们不小心闯入奥林匹斯 受到围剿 在误会解除之后散步之类的 与此同时 戈尔独自在一颗荒凉的星球上把剪插下去 随即造成威力强大的震破 看来戈尔真的是一个拥有相当恐怖力量 索尔从未遇过的超强反派 而至黑之剑在漫画中的设定 是Nord创造的第一个共生体 完全形态被称为毁灭之剑 以及消心者 能够一化就毁灭一整颗星球 除了我们在上一支预告中看过 由Russell Crowe扮演的宙斯在此时现身外 另外看到瓦尔基利和戈尔 在刚才出现过那颗平级星球上战斗 仔细看他手上拿的不是自己的剑 竟然是宙斯的闪电 也许在离开奥林匹斯时带走了一点纪念品 接着听到戈尔说着 索尔跟他曾经杀过的神完全不一样 这直接致敬了漫画的台词 最后则是在黑白画面中 看到索尔和Jane手牵手挑战戈尔 为什么要用黑白画面可能是嘲讽 对不起 致敬Zack Snyder的正义联盟导演版 或者是回应大导演Martin Scorsese说的漫威电影不是电影 现在拍成黑白电影总是电影了吧 不过认真说戈尔在漫画中曾用制黑之剑 直接在一颗星球上凭空见出自己的基地 也许因为暗黑之剑来到这个地方 人生会顿时失去色彩之类的 或者因为戈尔杀了众神 使宇宙失去色彩 这不是在下白 请各位重新仔细注意 女武神与戈尔战斗桥段 他拿着闪电 又被光照到内面是有颜色的 另外面却明显黑白 显然这里是实质意义上的黑白世界 不只是个拍摄上的选择 在上完绚丽的雷神索尔爱与雷霆标题字卡后 画面来到宙斯的宫殿 宙斯对着众人喊道 就让他来看看索尔的真面目 在一阵弹指神功施法后 索尔衣服吞去 一丝不挂地站在众人眼前 而宙斯后面的众男女神 则是纷纷被索尔强壮的身材迷混 靠近点看 索尔背后居然还有洛基头盔的刺青 还有一颗爱情上背还写着RIP 啊真的是有够感人 只希望在洛基影集中重获新生的洛基 能够尽快与索尔重逢 不过应该不会是在这部电影里就是了 不然有点忙 而这场众神聚集的戏 可能就是奥林匹斯误认为索尔是杀死其他神的凶手 加以审判 不过没有意外的话 我们应该也会看到戈尔冲进来大杀特杀 众神自助残 连回忆也都会害羞的那种 这时Jane和女武神还坐在旁边讲屁话 在释出的剧照中 还看到坐在两人底下的另一个神 依照他的造型和脸装来看 很有可能是黑豹的神贝斯特 毕竟我们可以看到北欧神和希腊神 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没有道理非洲神不能是实际存在的真人 讲到与其他漫威电影连结 不如再不免俗地用一个脑洞爆炸作结 我之前在月光骑士解析有提过 埃及的九柱神会缺席这么多位 就是因为多数都被图神者戈尔所杀 月光骑士制作人前几天才确认这一点 他说原本有个删减片段看到众神谈论哥尔的暴行 所以显然现在的漫威电影会有越来越多的隐藏连结了 还渴望更多漫威知识吗 现在就点画面去看刚刚提到的月光骑士完全解析 之后这部电影再推出下个预告时也会再做个解析 所以如果你是后来才到的观众 可能已经看得到了 现在就点画面去看 我是超力防 我们下部影片见